副總統賴清德今天是正式接任 民進黨主席 喊出四項革新 首要就是要處理 黑金跟學倫問題 另外各界關注的兩岸路線 賴清德也表示 將務實地認定 臺灣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 沒有另外宣布 臺灣獨立的必要 未來會站穩 蔡總統所提出的四個 堅持的兩岸路線 鄭重宣誓 就任民主進步黨 第十七屆黨主席 從代理主席陳其邁 手中接下硬性 副總統賴清德十八號 正式上任民進黨主席 扛起重整民進黨旗鼓 賴清德表示戒慎恐懼 誠實面對不足之處 檢討改進 未來將結合全黨完成 一項使命 兩項任務 四項黨務革新 首要就是杜絕 黑金學倫問題 民進黨將採取積極行動 嚴正黨紀 落實排黑條款 嚴正條例 這一次選舉民進黨失去年輕人支持 賴清德表示將組成青年議題工作小組 規劃擴大溝通 另外對於各界關注的兩岸路線 身為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 是否會有所調整 賴清德強調 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勿實地認定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沒有另外再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 中華民國主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未來我仍然會 站穩四個堅持的立場 然後繼續 蔡英文總統兩岸的路線 賴清德面對問題自行回應 並且宣布由前高雄市代理市長 徐立民接任黨秘書長 三名副秘書長 則延攬跨派系的青壯派 要立拼改革 對於綠營支持者有意見的黨內烏鴉們 要如何處理 賴清德表示會根據黨規 但是也喊話團結 需要大家一起合作 記者韓英朋友組台北報導